解这个题目呢,我们利用公式 a加b加c的平方 它会等于a平加b平加c平 再加2ab加2bc加2ca 我们现在利用公式来展开x加3y加h的平方 x加3y加h的平方 它会等于 x的平方加9y的平方加h的平方 加6xy加6hy再加两倍的hx 接着再展开x加y加k的平方 x加y加k的平方 它会等于x平方加y平方加k平方 加上2xy加上2ky再加上2kx 我们现在将这两个式子加起来 也就是x加3y加h的平方 加上x加y加k的平方 它会等于 这两项加起来 是2x平方 这两项加起来 是8xy 这两项加起来 可以得到10y平方 这两项加起来 可以得到2h加2k加2k再乘上x 这两项合起来 可以得到6h加2k再乘上y 最后这两项合并 可以得到h平方加k平方 它会等于这个等式的左边 也就是2x平方加8xy加10y平方 减4x加4y加20 比较系数 我们就可以知道 2h加2k会等于-4 6h加2k会等于4 h平方加k平方会等于20 所以我们可以将这三个相等的关系 写成连立方程式 并且解得h会等于2k会等于-4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h加k 它会等于2-4等于-2 因此这个题目的答案就等于-2